Hila 在我身后的这一辆就是全新的 Misshi Bishi Hila 所以这辆车除了大之外还可以讲解什么呢? 就是看他的眼睛 眼睛就是人的灵魂之床 车也不例外 所以这辆车的眼睛非常的小 就好像韩国欧巴这样子 眼睛小小就变到你非常够力 你说帅不帅气?猛不猛? 吵不吵嘞? 我们来看看这一辆Hilux有多吸引人 这个是他的眼睛啦 然后最最应该是他的路灯吧 等下我看到这里有粒圆圆的东西 这边有一粒 有两粒 多少粒 哎哟 还有一粒 5啊 4粒这样子 我觉得平时那些车大概就有两粒这样多吧 所以这两车给我的感觉就很很安全的 因为它这样多粒sensor 你send到猫还是send到狗 都应该不会撞死它吧 我们还有一个重点还没有讲 就是他的那个signal灯 现在signal灯在哪里咩? 我猜是在这边啦 这边应该是那个signal灯我猜 不懂你们懂在哪里吗? 刚刚我就开了那个double signal 原来原来signal灯是在这一边咩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看看 哇这个车除了大之外哦 你看他跟我这个升高比例 这么娇娇的女孩就驾这样大了的车 好像哪里想象啊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 这个是 什么灯啊 呃 啊 照后灯 这是 左边对左边 你是想要讲照后镜是吗 哈哈哈哈 照后镜 照后镜 sorry啊 guys 这个照后镜哦 都比一般的车都来的大 大致一点 有没有我头这样大个呢? 有吧 然后我也发现到 通常pick up truck 都会有这个signal灯 这个东西 这个signal灯就是方便你上下车了吗? 除了上下车之外还可以做一样东西 我来示范看看 试着玩这个tick up步啊 因为tick up步可以减肥了嘛 特空的话就可以过来减肥一下 这些是什么东西来的 我完全不懂耶 啊这个我懂 4×4嘛16啦 啊对 4×4嘛16 这么怕还要放在这边 我不能理解啦 tick up步为什么要放4层子在这边啊 啊这边有一个灯 这个灯 这个灯然后 啊这边就有光线 sensor 应该是照后面的东西 啊 of course this is mishu bishi ok titan啊 跟他讲highlux耶 mishu bishi highlux 不动 不动 none 你跑了去哪里 oh 我觉得完全是完蛋了 不能不能再讲下去了 oh oh 这是mishu bishi tritan nothighlux sobow我的观点 总是有刀就是highlux 诶于是呢 我一回家去科普了一下 到底Pickup Track Malaysia有多少种 除了Mitsubishi Triton以外 还有Nissan Nawara Isozu D-MAX Ford Ranger Hilux 还有一个Mazda BT50 Pro 我还是觉得啦 Toyota Hilux的名字最好听 最容易解 我们一样是Hilux 刚刚虽然我就认错着 但是不用紧 我们来继续 好我们来看一看到底 这辆这么高的车 女生上车到底会怎样 其实女生穿裙子上车 其实也是很优雅 毕竟我们都是站着上车 并不是一个屁股坐下来 两个脚才下 其实是非常的优雅 哇我上来这辆车 我没有想到哦 现在的Lori 竟然可以这么先进 发现到它有Push Start Button 非常的先进 因为我以为那些Lori 都是拿着 这种开车爆 虽然这种Pakeup是拿来载货啦 但是看起来都蛮有消车的感觉 Taring 是非常重要 看到这边 很多Button 嗯 这边 啊 这个我会上上下下 左右 啊 这些 我不会叻 大家可以看看那个Grading Manual吧 我们来看看 哦 这边有一个screen 这个screen没有太大 但是也是足够的 这个screen我只是按一个Button就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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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dio就可以了吗 可以听歌就好 有Surprise 是电动椅 哦 太近了 后一点 换后镜 瞧一瞧 Perfect Let's go 这辆车给我的感觉就是 看到很高 很远的东西 OK 很不错 虽然这辆车给你的感觉就是很像百高色的 这样子啊 但是这个Staring 其实也不会让你觉得很笨重 因为蛮轻一下的 非常的容易去控制哦 这个是Toyota Hilux 这是正确的版本 对 我认为车了 诶 有盲点震测器 因为旁边有车在过 所以它会警告我 旁边有车过你要小心 所以这个就是Bly Sport震测器 非常的有用 好了 如果你们看了这一集的影片的话 如果你们也是拥有这辆 Pick Up Truck的话 恭喜你 你将会成为下一个路吧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Bye Bye